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礼拜五谈到说台北股市 它如果有量 在KT指标是在高档的过程之中 它就可以像兔子 蹦蹦蹦它往上跳 可是如果台北股市 在KT指标在高档的时候 它如果没有量 我说它就会变成一个乌龟 比较龟塑性的前进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在整个一个国际股市上面 我们台湾目前只有站上月线 并没有向季线去做挑战 这是美国的道琼 攻过了季线 攻上了半年线 这是整个一个NASDA 也接近了半年线 这是一个肺半 也接近了半年线 我讲这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 之所以法人往往在 一个景气循环的最高点 它会买很多 在景气循环的一个谷底 它会买很少 甚至赔很多的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它会在景气最好的时候 它追 买很多 景气在谷底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说股价的低点 它是靠基本面 获利它支撑出来的 可是我们台湾的一些 投信法人 他都必须要去买什么 譬如说下个月的营收 要比现在好 现在要公布的营收 要比上个月好 第三季的营收 要比第二季好 那你就想想看 全球的景气上面 从今年刚刚要往下滑动 一路到明年的上半年 都是在做什么 库存的调整 以投信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一个逻辑 台湾当然会是落后的 因为你现在要找到 八代类股族群之中 能够去做成长的 很少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一类型 或者是在最近里面 很多的个股上面 它是半年报好 像原物料 农粮 能源 货柜 这半年报好 可是它历经到第三季 甚至有些在第四季 它就要摔下去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自己去做留意 但是我在今天会 延续到我上个礼拜五的 一个话题 我说上个礼拜五 台北股市 我说在最近大概有三种东西 你要去做留意 一个是上半年好 下半年好 一加一大于二的 一个 第二的次要选择 是上半年不好 但是下半年会好的 另外一个部分 我发觉到礼拜五之后 很多人去选择 业绩成长个股 你看到这一个高卷之比的 个股的强度 你会气死人 我们等一下会从高卷之比 不是只有这十档 下面还有这么多档 你真的会气死人 为什么 你业绩再好 你搞不好 你的涨的幅度 跟近期的强度 还没有高卷之比的 个股来得更高 等一下我们都会来谈 所以台北股市 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中 市场上面 气氛是很悲观的 可是国际股市上面的位阶 却是涨很高的 而且是一口气的涨上去 所以我们在这种过程中 很多的个股已经不像之前了 我说之前很多的个股 它只要是利空 就开始像跳水一样 往下跳 跳一天不够 跳两天 跳三天 跳四天 就是这样下去 可是在最近不一样 它虽然因为它的衰退 它没有办法去做大涨 但它利空的反应 往往都只有一天 或是一下下而已 我就随便做个举例 3105的文貌是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这一天 说我的第三季 要比第二季衰退两成以上 这一天被投信 我说投信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它有个exciting 太过的积极 乖不得欣欣的法收 一直告诉法人 你不要这么积极 你不要这么积极 你这么积极干什么 结果一听到文貌说 我第三季要比第二季衰退两成以上 胖一声砍 砍到跌停 到最近里面 看价格也是在这里 不会大涨 因为是衰退 不会大涨 但是有像以前一样 咚咚咚跳水吗 没有 那你再来看 我说6202的盛情 也是说我的库存调整 要到明年的上半年 也是在这里 利空就在这里 这一天 股价也就在这里 有没有像咚咚咚跳水 没有 那在今天里面 还有245市的联发科讲 我第三季要比第二季 衰退一成以上 请问有跳水吗 今天也没有跳水 所以慢慢的 整个市场上面 已经要去慢慢接受 整个未来景气是往下的 如果你的股价 它已经历经的修正 你的EPS 你的基本面 可以支撑出来 甚至你的筹码面上面 是有一定的优势 联发科可以撑住的原因 就是虽然我现在是衰退 我明年的获利 没有比今年好 但是我每一年 从今年里面 我给你特别股息 20块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在我获利 该给你的配息之外 另外加给你的 所以它就有殖利率 去做一些的保护 低本一笔 去做一些的保护 所以造成股价有继续跌吗 你没有继续跌 那更好笑的是 3443的创意 我昨天在这个节目里面 还跟他讲说 你高党上面有出 现在跌下来 反而是一个机会 昨天被杀到 真的是落花流水 你看昨天的创意 整个被投信是杀到乱七八糟的 我说最近的投信的操作 实在是有一点点太过积极 我不能说太过积极 太过激动 你看是不是投信杀的 在这一天 杀了800多张 几乎把买的都杀光光 杀光光的过程之中 今天人家根本 因为现在投信听到法说会 好像把它当成法会一样 像农历七月吓死了 杀了乱七八糟之后 今天直接谈回来 因为人家讲我下半年 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成长性 HPC还是看好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就造成台北股讯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法说 美国的超级财报州 台湾的法说会 就在各股之中 它是非常的一个凌乱 所以在凌乱的过程中 这样也不对 那样也不对 就造成台北股讯 今天里面看出来没 量是萎缩的 美国股市大涨 我们台北股市 像蛇一样乌龟一样 用爬的你知道吗 还爬在这里 人家已经爬在这里 我们还爬在这里 那我说在这种情况中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说 美国已经到了半年线了 台湾的位阶很低 不用怕 我们在股市的操作也不能这样子 因为如果现在是KT指标在低档 我会说你不用怕 可是现在KT指标在高档 你就要一定的操作的逻辑 KT指标在高档 第一个你做短的 你就按照KT指标 如果交叉向下 如果你是做短 你持股比例高达7成以上 你又是用融资 你还是要跟着卖出 第二个KT指标是在高档 你又怕像美国一样 万一这样子虽然它是归宿行径 但是它就这样一直往上走 你要怎么办 如果你要卡位 一样你本来买10张 你就卡个3张 卡个5张 这叫卡位建立基本持股的动作 另外一部分 KT指标不可能永远在高档 它只有两种 一个横向整理用时间来化解KT指标的高档 或是直接向下修正你都怕 对不对 所以你要保留一部分的现金部位 等待KT指标修正完成之后 你再去做进场 这就是你在面对KT指标 在高档的时候 不是永远都在高档 在高档的时候 你的运用的策略 它就是如此 以目前的台北股信 其实多空激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激战万五 万五到底什么东西 你可以说15125或是什么 反正它现在就是万五 在这边多空的激战 我觉得美国的超级财报中 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个人觉得我们反正也要去想一想 特斯拉的第二季财报 比第一季是衰退的 美国苹果只是比当地分析师 公布来得好 也没有说讲第三季的营收 我们台湾里面来讲 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这个样子 亚马逊也是比越过来得好 是在伺服器是在网通 所以在这种过程 就会造成台北股市 因为景气从上半年 它是往下 就造成整个投进的操作 它缺了一些的力量 缺了一些的一个 往上撑的那种动能 如果你问鼠方我说 现在从基本面的角度上面 因为在之前台积电的法说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你这要去注意几件事情 一个它是不是有部分的资金 要重新回到了电子个股 台积电法说之后 的确很多的资金 开始移动到所谓的电子 一直到最近 大家又开始觉得 从整个一个星星 因为星星它就是不肯讲 因为法人预估你要讲正午 你就是不讲 你就是不讲不讲 星星被砍得乱七八糟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过说 我星星是怎么操作 我是买第一天的14级15级 拉拉拉180级没卖对不对 然后到了它法售会的第一天的一开盘 直接卖掉 170以上直接卖掉 为什么 因为我要保护我的会员 可是如果你问我说 它的本益比会高吗 你自己去想想看 它第二季5块4毛4 第三季持平 第四季就让衰退 有没有可能赚到18 21还是有 可是我们台湾的法人还是照看 所以我早就知道法人的一个逻辑 它就是在这里 所以法人为什么会很虚弱 内支为什么在这边是很虚弱的 业内跟主力 为什么不敢去立功你的股票 因为你的逻辑上面 法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他一定要去找到下半年度比上半年成长 每一个月要去做成长的 你在一个景气循环往下走的时候 而且你这个景气往下走 你的股票早就在之前先行跳水了 你本来就会比较难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整个资金本来移动到什么 移动到比较活泼的IC设计 半导体PCB 又移动回来什么 回动到什么 网通族群 网通族群没有什么大成长性 我先跟大家讲 没什么大成长性 但是不会衰退 所以网通族群会 再过来低轨卫星的部分 第四季会开始大量的生产 甚至第三季 低轨卫星跟网通是同一个族群 它是会成长 但是低轨卫星有些的个股 它会爆发性的成长 网通的族群叫温和性的成长 再过来工业用的电脑 这都是在之前 假设晶元代工有别的订单 是不会给它订单的 不会给工业用的电脑 不会给所谓的一个网通 但是因为现在的成熟制程 多出了非常多的产人 所以它会给网通 它会给工业用的电脑 所以还有什么 低轨卫星 所以会造成它的业绩的 稳定性的一些的成长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在目前来讲的话 又有一些资金回归到什么 回归到要公布半年报 要未来营修要公布的时候 电子个股又回归到什么 工业用的电脑 网通的族群 瓶盖个股 这都是在第三季里面好的 整个半导体里面 它就是在先进制程里面 它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就可以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来讲 它就产生了这些的变化 它就产生了这些变化 如果是这样子 你再来看看 我本来以为在上个礼拜我就说 洪达电公布获利负的 应该是会跌 结果没跌 第一季亏0.92 第二季亏0.91 股价这个都负的 你看股价 一样 再过来礼拜五公布威胜 负的 今天创新高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最近里面我给大家讲过 有三个方向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第一个方向 上半年好 下半年好 1加1大于2 第二个方向 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可能会好一点 这大概太阳人这一类型的 还有什么低轨卫星这一类型的 它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会好 这是你第二个选择 第三个选择 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景气循环里面来讲话 它再怎么样 它到明年里面就是谷底 就是调整要完成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它有一些些来讲话 来自于球马战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的卷值比高 你的股价轻上去 你可能来讲在这里 它也是相对在这个时间点 是属于强势的个股 那是你第三种选择 所以蜀方在这种时间点里面来讲 已经在上个礼拜 我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说在这种过程中 现在是国立八月 你只要发发 八八嘛 让自己发发发 国立的八月 不要怕农历的七月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跟着属方 一起盘中来去做操作 你的财富 还是有机会上前走 因为我们按照整个大盘 整个步骤 去一直不断的去调整投资组合 2022年累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蜀方已经帮大家去调整 这几个方向出来 让你去了解到 这个时间点不要怕 只要发 让自己的财富有机会 持续的上前走 跟着蜀方盘中 一起来去做操作 让自己有一些些的机会 跟上整个台北股市 跟国际股市的一个步伐 趁着这个时间点 要跟上蜀方的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加入蜀方的一个行列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各国 还有一些高卷子比 到底在涨什么 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很多人去做一些的放空 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也不是不对 我们在今年2022年 年初就跟大家讲说 2022年它本来就是 多空的一个双向 但是你自己在操作龙卷 或是融资 自己要特别的一个小心 至于融资 我是完全反对的 蜀方在这个节目 一直在强调 心有余 你再去做股票的一个投资 不一定要用融资 而且融资的操作 最好是在大多头的市场 你不要在空头市场 用融资的操作 它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现在看看台北股市 在最近里面 有一些高卷子比的个股 你很难去做想象 如果我们以卷子比上面来看 比如说太阳能个股的 六四七七的安吉 你看它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不如意请真的是吓死人了 赚的钱比联合再生还少 但是如果以第二季而言 它费用的减少 毛利的产品组合的调整 它就会拉高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第一季获利不如意请 第二季回省 下半年它的订单能见度 因为短电 短售电的部分 电价的部分回升 所以因为我们就说 人就是这样 好奇怪 你的欧洲明明就要靠乌克兰 它的一个油管 或是天然气 你就偏偏要去敞浑水 所以它的天然气就很贵 油就很贵 所以欧洲就要开始执行什么 太阳人 所以它就会采买一些 太阳人的模组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发觉到 它的国家也很强 没有什么赚钱 来看电脑上面 没什么赚钱 龙卷这么的高 而且从空 你有没有看到 空是空最低点 沿路以来到这里来 在相对的高点 这个也是卷子比很高了 你看这么强 到今天大盘碟还是在找 金桥的部分 它是一个连结器 这个是叫转机题材的个物 那这一档个股 你来看它的K线图 更可怕 我们看卷这么的高 卷这么高 像这种个股上面 就是不能够出现什么 譬如说资卷同减 然后跌破了大量区间 或是跌破了月线 这就是高卷子比的 个股上面去做留意的 1560的中沙 已经跟大家讲原因了 它为什么这么强 你来看它长期之后 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在过去它5奈米 今年的下半年是3奈米 你看它龙卷也是很高 也是很高 因为今年的3奈米 跟明年3奈米加强版 是台积电 在下半年才要去做量产的 那阳明光 其实在今天里面 有镜头个股 它开始有些很多的消息 譬如说郭明奇先生 明明就带了一堆人去放空了玉金光 就开始发玉金光的利空 之前就发了说 因为玉金光良率不好 所以他的订单转给了大力光 玉金光老板出来否认 对不对 就拉起来 就没打下去 你觉得这个郭明奇 他的那一群徒子徒孙 怎么会愿意呢 今天就讲说 我跟你讲 整个一个玉金光 未来里面因为顺与光学 它打入到供应链 所以影响最大的是玉金光 我就请问大家 顺与光学打入到 平盖各国是新闻吗 我们台湾的大力光 跟玉金光早就历经了 中国大陆顺与光学里面 低价的竞争 但是玉金光 它在这种过程中 因为如果你的品质 今年的苹果 你要记住 它主攻的是Pro级的 所以有利于大力光 有利于鸿海 在这种过程中 当然你的顺与光学 当然就会跟你玉金光 去做一些竞争 而且未来里面的VR 苹果里面会再增一个 新的供应链 这新的供应链 应该就是阳明光 所以杨明光在未来的VR VR在未来里面 全世界大概有几个 要去注意的 一个就是Sony的 一个就是脸书 脸书是它的MR的装置 它不要去赚钱 再过来苹果明年的第一季 是第一代 但是它那个是试水温 因为会比较贵 再过来它的第二代的量 会更大 就跟苹果手表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越卖越好 越卖越好的意思就是一样 所以在台湾里面苹果的镜头 变成增加了一个 那就是阳明光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阳明光在最近里面的一个 卷值比也非常的高 因为它是明年的展望性 如果你可以打入到苹果的MR 就代表你未来所有的MR装置 你都可以打进去 因为苹果它本身来讲 要求的品质上面 它是最高的 再过来耿鼎 威胜 宏达电集团就不用讲 我刚才讲了 威胜亏钱也可以涨 然后宏达电亏钱也可以涨 宏达电集团就不要谈 那耿鼎你来看看 1524给你车用的AM 并不是它 耿鼎赚最多钱 但它卷值比最高的过程中 今天又给你嘎上去 但是明天不要追 乖利率太大了 然后华讯是宏达电集团 亏钱公司 省准 那是第一季的获利 挑战 上半年获利跟去年一样 森达科的部分也是 为什么很多人去空森达科 因为上半年没赚什么钱 可是你看它在今天里面 还创下近期的新高 原因是什么 它是唯一台湾 在这个时间低轨卫星 所有全世界低轨卫星 有五大客户 它接了三个 还有一些设备端的部分 所以第三季成长性最强的 低轨卫星 应该就是森达科 所以它的卷值比很高 因为大家觉得你没什么赚钱 股价那么高 所以放空比较多 所以第三季的成长性上面来讲 以低轨卫星比第二季 可以成长四成以上的 大概就是森达科 明年的获利 可以比今年成长倍数性的 除了网通族群 我都说温和性的成长 像中壘 像智义 这都可以温和性的一个成长 但是爆发性成长的 可能就是森达科 所以它本预比会比较高 卷值比也比较高 先进光因为很多人买不起大力光 他就会去买先进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卷值比什么 金像电 宏达电 轮飞建策 连宇 东洋 嘉陵都很强 上贵的建达 绿电 三富 卫数 百岩 义德 广基 富野 霹雳跟汉磊 也都很强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 塔比股市在最近里面 真的都在万五这边多空激赚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这一类型的个股 它给你轻 一路轻到尾 你怎么办 所以你就去观察 不能够去资卷同减 跌破了大量区间 或者跌破了月线 未来这一组的部分来讲话 配合到基本面强的个股 也是观众朋友 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至于瓶盖个股 我的说法从来没有变过 不要单压苹果相关概念个股 你一定要选择的是什么 比如说苹果加低轨 或是苹果加什么 像鸿海就苹果加车电 滑通就是苹果加低轨 台积电就HPC加苹果 你要去选择1加1的 瓶盖个股 这个部分才是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今天来讲话 把这些高卷子比的告诉大家 就是告诉你 有些个股它是有一定的故事 所以尊重趋势 不管是多与空的力量 它是最重要的 说要跟着鼠方在8月一起发发发 而不要怕的观众朋友 趁着盘中一起来跟着鼠方来操作 让自己的财富向前走 让自己在盘中里面 跟上鼠方的一个步伐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创 优独立则